中環羅便森倒倒了一棵樹 摘死了孕婦 他的胎兒拿出來的時候 其實一度都沒有心跳 搶救現在仍然 心切自老寶 情況危台直至今個早上到 又赤柱黏樹倒倒下來 摘身一個入香港大學的女生 到後來我和政府官員吵架 到很多人投訴我為了樹 說政府處理得不好 到今日說木辦成立了 但今次是在私人土地想樹 摘身屠人 我們說的是一個理論上 應該是管理得很好的中產 甚至乎是富貴人家的區域 羅便森道的私人樓多貴 都不用我們說了 照計一個這麼貴的私人樓 一個這麼漂亮的地段 樹的管理是不可能 那麼差 還有它是故意中的 有人覺得印度像樹漂亮 仍在一個斜坡上 其實當日中的時候已經是一個錯的決定 結果真的摘死了人 阿波你和我做了這麼久的節目 從商業電台到現在 營業之後行載 營業之後行家商業電台 你自己的感覺是怎樣的 我講了很多 我講了很多年 08、09、10、11、12、13、14 前後加起來其實不止六年是接近七年的時間 你怎樣 我看見有點累 因為為甚麼呢 我覺得推進很慢 政府也好 市民對樹的認識是好一點 但仍然未足夠 你會見到有些情況 就好像現在我們經常都說樹木法 你昨天在節目裡都說 政府好像都在研究中 但如你所說 在兩年前都在研究中 現在仍然好像有些光明的方向 今次這棵樹就在一個私人屋苑塌下來 就不在屬於政府的地段塌下來的時候 是沒有任何的保障的 只能夠靠一些地契去用一些民事索償 但是是否真的賠了錢給那個孕婦 或者給他的家庭就夠呢 我覺得今早如果硬說有樹木辦都沒有用 因為塌了樹其實是不太公平的這個說法 樹木辦的確是做了很多事的 不要跌到一個位置 有樹木辦的樹就照塌下來 其實有樹木辦的樹照塌下來的原因是甚麼 我們要去找個答案 明明是有樹木辦的 明明都覺得可能是一個答案 但為甚麼都會想下來 因為樹木辦只能夠管理到公家的地方 你去到私家的地方 其實他邊場莫及進不去 只是靠地契可以做到多少事 其實大家都知道 那些泳灘保護不了 農地保護不了 現在樹也不能夠好好管理 弄傷途人 私有產權是應該尊重的 但是死了人 是否真的要認真地去思考一下 如何處理 還有到今天報章仍然說 未聯絡到他們的業主立案法團 其實這件事如果你是 我呼籲他們 是否應該出來交代一下 或者你找法團出來說這件事 那些樹你怎樣安排 不能夠就這樣躲起來就算 因為始終那棵樹是在你的屋苑 不幸地扎傷了 扎死了人 現在就還有一個危桌的 嬰兒 你都要交代 不能夠就這樣過去算 昨天我也有問過 宣布辦那邊 我說建築物條例 你危流 你見到有些支架 或者招牌 跌下來 其實我語處是可以根據法律 我幫你拆掉它 因為很多危楼 或者很多疏於管理的招牌 關掉了電 那間酒樓都收拾了 那預署說 那我用建築物條例來拆掉它 再給你一張單 這都是一種 樹不是屬於建築物條例的一部份 樹不是建築物 樹是生物 所以昨天樹木伯說 他都可以用地契來做 但用地契來做 其實很難有一個部門 去幫你做這件事 因為管理樹木的是樹木辦 甚至乎樹木辦 都要找一些執行部門去做 地政總署是不會去幫你剁樹的 所以那裡一定是很複雜的 如果再有些私人島上有樹出現 那可以怎樣呢 他不可以走進去 就做這件事 所以這正正是樹木法 重要的地方就是 他可以賦予到一種權力 就是當樹木變成一種類似危流 或者倒塌的棚架 倒塌的支架 倒塌招牌的風險的時候 去保障市民 是保障才是重要的 不要只看罰錢 令中產或業主大了負擔 不是問題